- 第一阵来武汉,没错吧? - 没错,没错 - 对吧,我们武汉人就是特别热情,然后特别直爽,确实很直爽 - 武汉话! - 武汉话! - 谢谢大家今天来谈萧斯里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部电影,谢谢大家! - 谢谢! - 谢谢! - 谢谢! - 好,来,我们来听妮妮也跟武汉的朋友打个招呼! - 武汉好,大家好,我是妮妮也非常高兴,我们来了武汉时光朱一龙先生的场! - 欢迎,欢迎! - 谢谢你们喜欢教授的她,谢谢你们来支持,谢谢! - 来,接下来我们的友善也跟大家说个好! - 哎呀,武汉的朋友们太热情了,搞得我们都很激动啊,很开心可以见到你们! - 希望你们喜欢消失了她,我是温永山,谢谢! - 谢谢! - 来,紫棋! - 武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自棋! -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 - 谢谢! - 谢谢! -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跟我们的各位主创来聊一聊啊,其实我们的剧部电影自从准备,筹备拍摄到现在正式上映,可以说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啊! - 现在成绩也是非常不错,预售已经突破了4300万,微博的大V推荐也是超过了97%! - 这是近三年,近三年端午这个档期的记录是被消失的,打破了,掌声先祝贺一下,我们取得这样的成绩! - 其实自手艺力以来啊,有很多朋友都说,我们这一次司征导演带领着他的团队再一次打破了国产悬疑,您曾经创造的天花板,又一次打破了啊! - 所以说想请司征导演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拍摄一部惊悚片,即悬疑片,好的悬疑片,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质,才能够让大家喜欢,过瘾! - 我觉得第一,最重要的,其实要尊重观众,就是其实现在的观众对电影的要求是特别高,所以我们也每天都不断地在学习提升自己,只有不断地跟观众斗智斗勇,一起跟观众进步下去,才有可能打破所谓更多的天花板,当然这个天花板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需要我们所有主创,甚至观众们帮我们一起完成的,我们这次一起再打破一次天花板,好不好? - 好! 谢谢! - 期待,期待一下,其实现在的成绩很不错,我们的崔岛应该也见了很多的观众了,包括您的,估计也有很多朋友向您的社交平台发很多祝贺的信息,看到大家这样支持的声音,对于崔岛的第一部,院线长篇作品来说,心情是不是也挺高兴的。 - 真的太激动了,因为也是我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路演,然后第一站,然后来到武汉,就真的太开心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心情。 - 但是希望大家真的继续支持孝顺的她,告诉更多的朋友们,孝顺的她好看,好不好? - 好! - 好的,谢谢! - 刚刚呢,我们在看微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热搜,是关于伊隆的,就是说之前你做了一个采访,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你和媒体朋友分享了拍摄何飞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可能跟之前的创作有很大的不同。 - 你没有对这个角色做任何的一些预设,或者是演的时候有一些准备,所以说在你完成这样一个角色时,这样的创作方式,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或者不一样的感受? - 呃,其实河北这个角色反而前期,就是在开拍之前,做的准备工作时间会非常长。 - 嗯,就是整个当地把每个环节每一扣,然后在每一个阶段,因为有很多闪回的,所以某个阶段给她凿失,之后, 喂? - 然后凿失了之后,然后等真正开拍的时候,就尽量把自己知道的那些东西都把它忘掉。 - 嗯,对,不去预设,不去提前告诉自己结果是什么,然后没场戏, - 你要预埋什么,对,因为京志也不断地在提醒我们,就是说你,我就是在每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演那个阶段当下的真实反应,就好了。 - 所以说这个也让我们大家有代入感会特别特别的强,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演员来说,演艺上是非常大的挑战。 - 也想听听你,你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女孩。 - 就是整个的故事,看下来之后,觉得这个女孩身上的力量特别特别的大。 - 但是真的看到结尾,你离开了那个房间,哭着一路走过去之后,我们又感觉到, - 尘埋这个角色,她的一些柔软,她的一些心里的更多感情丰富的东西。 - 能不能也请你和美女朋友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角色,这个女孩的心里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 我觉得这个女孩,她是尘埋,但她也是千千万万所有女性。 - 她们是对待朋友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人。 - 她会为了完成,咱们撇开这个事件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对于任何一件事情, - 会卯足了劲,然后是非常理性的要去做一件事情,再做完这件事情才有她情感的一些宣泄和表达。 - 我觉得就是很多女孩子都会是一个这样的。 - 对,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在尘埋这个身上得到很多的一些力量,当然更多的是思考。 - 对,接下来跟永珊一来分享一下。 - 这个角色,大家看到了很的时候是特别的很,但是这个女孩身上的力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 演绎这样的一种女生对你来说挑战大吗? - 绝对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尝试和突破吧。 - 只要大家看到这个两面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大家觉得如何? - 这个五个妹够不够? - 我希望是可以给到大家惊喜吧。 - 因为确实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次挑战。 - 我也没有试过这样的一个那么妩媚媚惑的一个这样子的人物,所以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陌生的。 - 希望大家喜欢。 - 谢谢,谢谢永珊的分享。 - 其实前两天手用礼的时候还有一个热搜,我相信永珊跟妮妮都已经看到了。 - 就是妮妮被文永珊撩到脸红。 - 那个热搜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 - 文珊永珊怎么理解这个热搜? - 永珊跟妮妮两个人。 - 大家怎么理解这个热搜? - 怎么看待这个热搜的产生? - 怎么看待这个热搜的产生? - 我们也没想到。 - 只要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 我也没想到。 - 当初也没想到。 - 金永珊现实生活中不是女孩。 - 是一个女孩。 - 我想说当时,因为老是跑路演,总会。 说 谢谢 总会有那些说什么 要让我说什么宝贝 就这样类似的话 我就想说老让我说 这很无趣 也没有挑战性 我就想说让永珊说这个话 那你会让我说 我也没有想到 我会是这个反应 但真的就是当时 他用那个非常有磁性的 那个嗓音输出电影里的台词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麻了 就你站在边上 非常切身的感受到那种 从你的腿一直麻到上面的那种感觉 真的就是 我说不管男生女生站在这里 都会是同样的感觉 都会是同样的感觉 所以大家都帮我们宣传 去看看永珊在这个电影里 多有魅力 也一起看看 看尘埋到底有多撒 这个就是台词的台词的魅力了 永珊 看这些手印里 你都让尼尼麻了一下 你今天在武汉 永珊你想不想也麻一下 在军一龙哪里 那有没有可能 尼尼来反撩一下永珊 同样的 又来了 又来聊武汉 好 我都不敢 永珊来撩导演和天志 受不了 受不了 还是 撩一下永珊 可以 反撩一下 有 我要你的全部就可以了 这边就开始了 可以来一个 西城的版本 哎呀 跟尖枝的版本 跟尖枝的版本 很好 可以的可以的 好 哈哈 还是一龙吧 好不好 好 来一个 都要两个 一二 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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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谁 跟谁 都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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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導演先做個示範 啊 其他的 來來來 快快快 回到老家了 回到老家了 來吧 那那個我就自如多了 我不管李姆斯拉伊雷 反正我也要李姆斯全部 我們就用全部的熱情來支持我們的電影 消失他 好不好 好 OK 謝謝 謝謝大家 OK 最後我們一聽子齊來分享一下吧 其實從 這也是對你來說 作為演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今天來到我們的武漢 見到這麼多觀眾 心情如何 對 這也是 除了首映里的片 今天是我第一次在別的城市錄演 我覺得見到這麼可愛的觀眾朋友們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也希望你們會喜歡消失的他 謝謝 謝謝 OK 對 子齊那個角色 我們能再過幾個小時以後 就能放開討論了 電影正式上映 就可以好好來聊一聊了 好 還是分享的時候也幫我們多多保密 今天來了很多的媒體朋友 還有很多的觀眾 接下來更多的時間 可以開放給我們的媒體朋友 包括我們的觀眾 大家有什麼樣的一些問題 都可以和聊一聊 那我們前面也有兩位媒體朋友 我們把話筒交到媒體朋友們的手下 嗯 因為後面在直播我就不站起來了 好 想問一下思成就是 一般我們看旋律片 不管主角怎麼換 我們都想後面肯定有反轉 但是今天最後的反轉是 我們的主角真的是換的 當時你拿這個本子去邀請那個伊隆的時候 他有沒有拒絕 你當時用什麼去說服的他 然後想問一下伊隆當時這個本子 有沒有想過演這樣的角色 對你後面有什麼不好的影響 謝謝 伊隆他一開始還蠻興奮的 就還覺得很好 但就是林那個對 林門一角最後的時候 他確實有點恍惚 他有一點點有一絲絲懼怕 或者有一絲絲抗拒 然後後來我就把他拉到我家喝了份酒 然後我就到了 什麼 要水池 大家都知道了 對對對 然後我們家正好 因為我在我們家那個 一個湖心島的那個瓶子裡面吃飯 然後有個水池 然後 然後我說伊隆你小心點啊 那是水池 應該是晚上嘛 然後他說啊 我說小心點那是水別踩 好欸棒 就掉了 對然後 對然後就就就這個這個 他就失身了就那個 對 然後後來就因為我我也很簡單 其實只是推了他一下 因為我跟他說其實演員最重要的 不是要 因為他卻只有擔心 擔心影迷朋友對這樣的一個角色 萬一有一些非裔 我說其實不會對不對 對 對 因為我們永遠愛的是一個真正意識上的演員 朱依倫 我們希望能陪他走更遠的時間 他只有用渾身的解數 扮演更多的角色 這樣才能跟大家走得更遠 而不是說大家只是喜歡他帥 對不對 因為他不僅帥還能演 對 對 真的很重要還有很多思想 就這樣 好 那我們也來聽聽伊隆 剛才就媒體朋友這個問題 有什麼樣的答案給到他 對 對 剛剛其實 四川哥已經全部 基本上也替我都不休了 對 然後 其實 確實有一點點 因為這樣一個人 我們往常就是其他的劇本 這樣的一部電影 大可量的電影 主角一般 你都會期待他最後會變成好人 或者是給大家一個正向的引導 但其實像我以前說的這樣 其實一個角色 他除了有正面的引導之外 他還有警醒的作用 我覺得何菲就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對 然後 整部電影在 看到 看到 女生之間相互幫助 然後 擦亮自己的雙眼 又離何菲這種男人化 對 嗯 喜歡變態 不行 咱都直播著呢 咱都直播著呢 對 這樣的故事 包括這樣的角色 一定要有 電影人去 把它完成出來 你逃避是沒用的 不代表現實當中不存在 好 那剛才後面那位媒體朋友 我們也把話筒交到您的手上 因為後面還有鏡頭 我就不站起來 好的 郭老師你好 有見面呢 老熟人 剛才您也看了我們的片子了吧 我看了 感覺怎麼樣 對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就是反轉的那個特別燒腦 符合陳導的這個思路 對 我想問陳導一個問題 想問居老師一個問題啊 陳導 就是您在 就是這個片子 就是 您的第一 這個選決的這個 腦海裡 第一 反應就是 朱一龍嗎 對 我在寫劇本的時候 腦子裡就是他 哇 呃 這個時候我倆沒見過面 對 而且這個時候一龍 人生大事也沒有上 哇 那您看人真的是 對 对对还蛮不到的 眼光很不到的 什么 慧眼石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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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眼石龙都好听 慧眼琴龙都好听 琴龙 我还想问朱一龙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之前就看到预告了嘛 就是那个视频里头 就是你每次就是要犯病了 那个神经就会抽动嘛 对我自己在家试了 我不行 真的我自己试了 我就是因为我偶尔也会拍一些小东西嘛 然后我喜欢去尝试一下 然后我试了我发现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神经 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拍这个的过程当中 你是怎么让自己就是能够那么说放自如的来控制自己的这个神经 其实就是其实之前确实练了一下 然后想到让他能稍微受控一点 但是拍完之后确实他不太受控 就是当你巨金会神的时候演其他的时候 你巨金会神的时候他可能 他那个肌肉记忆就回来了 他就会抖动 所以改掉也稍微花了点时间 对 所以说崔老 这个是我们剧本里本身就有这个设计 还是说后来就一块商量一下 他想把这个动作加进去 这个应该是一龙他自己想赋予这个角色更多的一些 哇 这个设计就是准备啊 厉害厉害厉害 确实 好 来 那我们就 时间差不多了吗 OK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今天要跑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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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们这样 我们最后还是听一听 我们的各位主创 最后能不能再用美人一句话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电影大家都看了 对 想给大家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片子 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是警示等等 或者是思考 对 我负责警示吧 嗨 可以 大家 嗯 珍爱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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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 你们身边最坚厚的最坚实的力量 对 好好爱她们 谢谢 谢谢 谢谢紫棋,谢谢,来,永珊。 《萧摄她》是一部,你真的不看到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好,来,依妮。 我不知道,我觉得每个人看萧摄的她,不管男性女性,可能看电影的角度会不一样。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可能觉得女孩子看这个东西会被女孩子跟女孩子之间的友情给感动到。 我就是希望每个女孩子都不要遇到这样的事,首先,然后就是要先爱自己再爱别人。 好好爱自己,遇到对的人。 你好美,说得对。 对,宁明说得对。 然后我觉得《萧摄她》这部电影,它不光是一部悬疑。 它里面除了一层层的反转,然后其实它里面还讲了很多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不管是各种类型的情感,我觉得在里面都很丰富。 然后我们这不是一个恐怖片,对吧? 对,所以其实不用害怕,然后整个,整个场面。 最后我觉得,虽然中间有很多反转,但是到最后其实内心还是温暖的。 然后是可以思考的。 我觉得《立场感》会是一个比较强的电影。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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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那刚才几位说了对女性观众。 我也想对我们男性观众说,一定要做个好男人。 然后给女生更多安全感。 然后希望看完这部电影,大家也传递这样的力量给大家。 好,最后时间留给我们四十代演。 我希望所有女孩子看完这部电影,应该真的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有没有身边那个人,像陈麦一样能找到他。 然后希望,对,希望你真是身边的那个闺蜜,那个好朋友。 然后我希望,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大家看到的, 包括我最后一个彩蛋,大家就觉得是不是在给什么人洗白。 其实完全不是。 因为我们从这个状态来,镜头就是何飞这个角色的闭眼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理解为这整个的电影就是何飞的一个梦。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更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警示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关于选择的东西。 其实整个的电影里面一个贯穿的道具是那张照片,是一个女孩子的背影。 就是李慕子真实的背影。 但到最后,大家看到了结尾是一双人的背影。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一个选择,它可能真的影响我们一生。 所以在现在力气当就横行的当下,大家都觉得很急躁。 有很多激情的犯罪,有很多暴力的事情。 我特别希望通过这个电影能警示所有的人,我们个体真实每一次行为。 尤其是能详我们一生的行为。 大家都慎重,然后退一步海过天空。 谢谢。 我觉得就是私传导演和他的团队在以往,包括这一部影片当中,永远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沉浸式的观影。 永远在影片当中感觉到非常爽的感觉。 但是走出去之后,又给我们带来一些深深的思考。 这个就是私传导演厉害的地方。 这张照片再次送给我们的消失的他。 谢谢。 好的,那最后咱就跟大家一起拍一个大合影。 媒体朋友先拍一张正面的,可能会有发稿需要用。 工作人员收一下话筒,好吗? 对。 媒体朋友先拍一张正面的。 一会儿再跟大家拍。 好,来。 中间的媒体朋友,对,举一下手,我们同理一下视角。 好,后面中间,后面中间,对,台阶上后面中间的朋友,媒体朋友。 OK了吗? 有了吗?各位老师,有了是吧? 好,那我们就背对着大家,跟大家一起拍个大合影吧,好吗? 来,我们全场的朋友能不能借用一下你们手里的闪光灯? 闪光灯,对,可以帮我们来点亮一下吗? 就像我们的海底的星空一样那么的漂亮。 好,来。 老师,不要抛屏幕啊,谢谢老师,不要抛屏幕啊,谢谢。 老师,不要抛屏幕啊,谢谢。 老师,不要抛屏幕啊。 老师,不要抛屏幕啊。 好,这样,我喊三二一,大家一起喊消失的他,票房大卖,好吗? 好,最大的声音啊,来。 三,二,一。 消失的他,票房大卖。 耶。 耶。 好,OK啦,谢谢,谢谢我们五班的朋友,谢谢。 那各位小朋友们主唱,大家再见吧。 谢谢大家,拜托各位,帮我们各位宣传,谢谢各位。 那我们就全网预售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把票埋起来, 更多的惊喜。